12月7日 红海量缩整理等外资群回补持股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下跌81点 成交量2988亿 指数收在17278点 外资群卖超51亿 这一周台股下跌了159点 外资群卖超206亿 红海的股价则是星期一上涨0.5元 然后连续三天都收在平盘 红海因为之前查税事件 使得台股上涨1000多点 红海都没有上涨到 最近指数在修正 红海的股价自然不可能更跌 外资群因为查税卖掉的红海 目前还没有买回来 投信也是一样 如果外资群及投信认为事情告一段落了 自然就会把股票买回来 目前红海中就剩永丰金中和 在那先卖后买好轻松 今天看到红海买盘比较强一点 所以就自己吓到回步 损失了20几万 最近防疫概念股被市场炒作 当资金进到防疫概念股时 AI概念股就会变弱 这两天防疫概念股被看破手脚 炒作资金又回到AI概念股 因为挥达一直在放话 可以重返中国市场 散户及主力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又复活了 一些散户喜欢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就进到股市中投机 然后赔了钱财在那发券试文 其实你可以改一下顺序 先好好的存钱 然后一边学股市知识及尝试 先做中长线价值投资 等自己功力变强后再去投机 很多小散户一开始就自不量力的去投机 被教训就是刚好的而已 影片第一段来看一下 鸿海量缩整理等外资群回补持股 最近几天外资群在鸿海中 都没有太大的动作 投信单纯就是从卖转成小买 因为郭董确定不参选2024年的总统 政治不确定利空消失 外资群最近也买不回到 97到98元的股票 所以就只能在那以屎尿的 个性压制及贯杀 每天就是小买及小卖 刚好来了一个永丰金中和 每天就学外资群 知道外资群每天都在那玩垃圾招 永丰金中和的招式也是很垃圾 每天固定时间先卖 然后挡在下面买 排队4个小时等外资群自杀 今天鸿海股价大部分成交在平盘 100.5元仅成交了1237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永丰金中和都能买到698张 大家就知道为啥永丰金中和 敢天天这样玩了 平常永丰金中和这样玩 101元及100.5元都会平均成交 各5到7000张 永丰金中和一天仅玩3000张左右 只要100.5元成交4000张 那铁定就能赚钱的 鸿海也不可能每天股价都仅在平盘成交 所以外资群只要继续使尿个性的磨 那每天干脆就和永丰金中和说好 一开盘或收盘就把钱汇过去就好了 这样还能省去给政府及券商的交易税及手续费 永丰金中和赚一样多 使尿外资群少赔一点点 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一些散户听完后 现在就去挂100元及100.5元要买了 明天准备谢谢永丰金中和做的嫁衣了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投机客整天找题 才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常常看到网络上一些散户在发券试文 他们就是会随着这些投机股奇物 我们每天在鸿海看着永丰金中和及外资群在那耍白痴 至少我们单纯就是看戏 反正外资群钱多要送永丰金中和 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外资群及永丰金中和做的任何买卖行为 这也不会影响到鸿海持续赚真金白银 我们等于就是每天看到他们耍白痴 然后每天稳稳地赚钱 记得一件事价值投资者赚到的钱是从公司经营来的 这部分属于稳赚的 任何的交易行为都改变不了鸿海经营赚钱 永丰金中和每天在那买来卖去 单纯就是让外资群把股票持续在100.5到101元卖出来而已 永丰金中和每天就是买多少卖多少 哪天小虎对吉富邦嘉义看到在鸿海短线这么好赚 他们也会一起进来玩 不过永丰金中和玩这么多次了 只要明天早上9点21永丰金中和向下贯杀 然后小虎对货富邦嘉义向上买掉永丰金中和党的单 然后在101党几千张买 在101.5党几千张卖 最终永丰金中和就只能乖乖地买101.5元 如果狠一点的话 就是直接向上一元 这样永丰金中和最近赚的钱就一次通通吐回去 瞎忙了两周 最终还是一场空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小资族抱着希望进股市哭着走出来 常常看到一些新手进到股市中想要大杀四方 但因为什么都不懂就跑去玩最难的当冲 最后自然就是会被教训 大家看一下鸿海中的当冲客 你觉得一般的小散户玩得赢他们吗 今天如果你想要弄永丰金中和的话 你必须要有能力一秒内下3000张以上的量 如果你是一张三张五张十张几十张的买 那永丰金中和就会像今天这样 发掘买方力道比较大 他就会止损出场 等于就是赔了0.25元的手续费 永丰金中和等于是可以去控制股价 他可以看到鸿海上涨0.5元时就把股价向下灌杀下来 然后在上面挡单 也在下面挡单 就逼你只能卖给他100.5元 如果有主力或大咖买很多了101元 他发现就能撤单并止损 大家会说永丰金中和怎么挡单的呢 其实很简单 当卖101元后 他就先挡大单在101元卖 提前就挡了100.5元的大单要买 只要有人卖他100.5元 这样他就能赚0.25元的差价 当他挡在101元后 他就继续地调整卖的顺序 一开始永丰金中和先挡在101元卖 当有散户或是法人跟进时 永丰金中和就取消 然后再挡一次 大家会说 这样有啥好处呢 好处在于永丰金中和单纯就是挡好看的 他根本没有打算要在101元再卖 所以只要他先挡在101元卖 之后有人跟着挡在101元卖时 他就取消再挡一次 这样如果有很大的买盘向上买时 他就能及时地止损 大家应该有看到永丰金中和今天9.37分止损买回吧 他买2000多张 为啥是买到别人挡的 原因就是他先挡 然后再取消再挡 这样就能让上面的卖压看起来很重 而且永丰金中和卖的顺序就变比较后面 但他随时可以止损地买回 当永丰金中和卖的瞬间 这时他会先挡在101元卖 这时有人一直买101元 这就会买到他挡的 看完这一整套的动作后 一些小菜额们 你们要不要收起好傻好天真的心态 一个五毛党就能有这么多的心机 如果你几张地和他们玩 一定就是他们的小菜而已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洪海量缩整理等外资群回补持股 2.投机客整天找题材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3.小资族抱着希望进股市哭着走出来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51.59亿 投信买超台股8.32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55.73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99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971口 期货留仓空单7320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766口 今天台股成交2994.12亿 下跌81.98点 跌幅0.47% 收在17278.74点 电子下跌3.81点 跌幅0.45% 收在851.05点 金融下跌10.98点 跌幅0.64% 收在1693.16点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634张 第二名的是元大 买了464张 第三名的是美商高盛 买了370张 买第四名的是凯基元林 买了250张 第五名是港商法新 买了175张 买第一名的台湾摩根 卖了1245张 卖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卖了446张 卖第三名的是凯基 卖了352张 卖第四名是花旗环球 卖了301张 卖第五名的是星光 卖了224张 今天红海成交量14144张 收在平盘 股价101元 红海股价竟然连续三天平盘 近四个交易日都亮缩 每天就只有永丰金中和鲜卖后买好轻松及外资群散财 剩下的股东基本上就是不动 之前我说过 如果外资群把红海压制到100元以下 那小散户及散户一定是会买的 之前查税这么大的风险 小散户及散户都敢买了 所以外资群铁定不敢把红海压制到100元以下 外资群只要敢把红海股价压到100元以下 那外资群的股票库存会越来越少 这一点绝对不需要怀疑的 外资群一直不认错地买回 小散户及散户也没有打算在101元买 一些稳健的小石户 中石户 大户 超级大户持续地在小买 外资群不容易在目前的价位买到太多的股票 每天就只能折磨一下散户及红海中的股东 结果就会被每天玩同一招的永丰金中和割韭菜 永丰金中和用同一招 而且每天在同一时间向下灌杀 如果不阻止它 这就会变一个习惯 今天早上9点21分42秒时永丰金中和就灌杀下来 每天都这个时间玩 真的是把红海中的外资群都当空气了 每天高卖低卖好轻松 结果永丰金中和卖在101元 然后想要挡在100.5元买 但今天100.5元仅成交1237张 永丰金中和还是有买到100.5元698张 当永丰金中和灌杀下来时 100.5元仅成交12张 所以永丰金中和看到100.5元仅有500多张要排队 它就灌杀下来企图在4个小时内买到2000多张 在9点21分时有2000张的卖单灌下来 这铁定是永丰金中和卖的 但今天永丰金中和在101元卖了2675张 代表灌杀下来后 它就挡在101元下户散户及市场 结果今天在9点37分19秒就有2000张的买回 这铁定也是永丰金中和的 那为什么永丰金中和会买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永丰金中和卖完后 发觉向上买101元的买盘很积极 已经让他卖超到2675张了 如果自己继续挡 那被吃掉的张鼠就会更多 所以在9点37分19秒就止损 所以大家知道永丰金中和怎么玩的了吧 它就是一早观察红海涨叠一元的挂单情况 试错前就先在100.5及101元挂买单 这目的是为了排队 现在股票都是每笔成交 所以也没有抢单的情况 先排队的先赢 当永丰金中和大单灌杀101元时 这时买价就是100.5元 以今天永丰金中和成交的情况来看 就是排在第500张之后 前一天应该也是有不少人和永丰金中和抢挂单 想要破解永丰金中和的玩法有两个方法 一是有钱的玩法 二是穷人的玩法 有钱的玩法就是 只要永丰金中和一向下灌杀101元 然后挡在100.5元买时 你就瞬间买掉他挡的101元的单 然后在101.5元挂卖单 在101元挂买单 最终永丰金中和就只能乖乖的买101.5元 不过如果你资金不够大的话 可能会被反杀 以最近永丰金中和都玩3000多张的量 最多我看过6000张的 所以有一万张的实例 永丰金中和必死 第二种玩法就是前一天就先挂100元及100.5元买单 永丰金中和排不到 他自然就不会向下灌杀 一些红海股东如果在买的时候都是挂在下面买 以今天来说 看到101元有5000张的买单 100.5元有一万张的买单 这时你挂100.5元 铁定是排不到你的 你单纯就是让永丰金中和得逞 想买的话你就直接买101元 永丰金中和大概感受到有几百张买到101元 他自然就会把挡在上面的单撤掉 再把灌杀的量买回来 永丰金中和是没有遇到之前的小虎队及富邦嘉义 已遇到后 永丰金中和至少是要赔0.5元到1元 赔一次等于就是把赢3到5次的钱赔回去 小虎队及富邦嘉义不知道死哪去了 最近都没有进到鸿海中 一块肥肉在那 杀永丰金中和常常在那摇屁股 不去教训他真的是太可惜了 鸿海的股价从中国查税结束后就回到量缩 现在就是在等外资群及投信回头把之前卖的股票买回去 外资群及投信卖超鸿海的价格介于97到98元之间 外资群目前陷入了两难 如果把股价打到100元以下 那小散户及散户帖定会持续的买股票 如果不把股价打下去 那等于就是认错损失5到9元的差价 这时会有人说 外资群卖在97到98元 目前才101元 外资群哪会损失5到9元啊 说到这个你就天真了 现在外资群没有在买鸿海的情况下 股价是101元 只要外资群把鸿海股票买回来 随便也涨到105到107元 毕竟查税钱是从105.5元跌下去的 在查税期间 鸿海还开了第三季亮眼的三绿三升财报 第三季赚了3.11元 净值从101元提升到107.13元 外资群如果每天在那压制及盘整 那就会被永丰金中和用一招先卖后买天天发大财 我个人是觉得很搞笑 以鸿海的基本面及产业面来说 外资群就买了放着 这样明明就能赚到不少的钱 偏偏每天在那耍花样 从一两年前股票被吃掉后 就每天在那耍花样 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 鸿海每年一直赚资产的10% 之后配出5% 净值越来越高 一家公司的净值越高 股价越高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小散户及散户已经被之前查税锚定在94元 所以会在101到103.5元卖掉的几率很大 外资群可以在这区间买到一些股票回来 等105.5到94.5元 然后再回到101元 这个走势消失在技术现行的日线上 那时小散户及散户的锚点就会回到103元 这时外资群想要买101到103.5元就会变得很困难 如果投信及外资群一定要等到2024年总统大选完才要买 觉得总统大选前都会有政治风险 那也无所谓 这样鸿海等于第四季又赚到3元了 我是不相信散户及小散户眼睛都瞎了 明年总统大选完后还会用101到103.5元卖回给外资群 有时外资群真的就是好傻好天真 常常去买一些风险很大的个股 然后每天在那幻想鸿海风险很大 我个人是觉得外资群之所以觉得鸿海风险大 那是因为他们近几年被试获的鸿海股东吃了10%的股票 我之前就说过鸿海每年会配出700亿的股息 我就当三分之一的人负力再投入 一年下来至少外资群手上就会是少20几万张股票 从鸿海配股息到今天 外资群手上的20万张 确实就是被鸿海股东又吃掉了 明年鸿海股东一样是能再吃20几万张 外资群这样下去当然就是死路一条 再怎么等 鸿海静止仅是越来越高 获利越来越多罢了 这两天市场又回头再炒AI概念股 因为回答说会设计适合中国使用的AI晶片卖中国 这种消息面的因素就能让AI概念股上涨 真的就是很搞笑 市场炒作的资金就是会到有人气的地方 既然很多散户 小散户相信AI概念股 那AI概念股的股价就会波动 三大法人在里面就能一买一卖的赚差价 前几天市场在那幻想中国又要封城了 觉得疫情在起 除了去炒防疫概念股之外 还跑去炒面板股 航空股 航运股 这两天AI概念股又回神后 航运股股价就跌回去了 很多人对资讯没有判断能力 脑中就幻想之前疫情事先炒耳温腔 然后口罩 口罩原料 疫苗 钢铁 面板 航运 航空 所以他们看到防疫概念股涨几天了 就去追比较后段的面板 航运及航空 我只能说散户真的太会幻想了 有一点判断能力的人应该就知道 目前全世界根本就不缺口罩 就算中国真的有疫情发生 要制造口罩的速度也是很快 根本就轮不到台湾主力及散户在炒的那些口罩股 一些主力及散户也是明白这些事 不过他们看到市场会为此买单 股价也会涨 反正就进去玩吹牛及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反正投机要的就是差价 会波动的个股对投机客来说就是好股票 最终谁会输或谁会赢 那就隔安天命了 这三天防疫概念股打出一个锚点后向下跌 我只能说 主力会观察两个情况 以示自己手上的股票有没有出掉 而是市场对这个事件还买不买单 如果市场买单 那主力在向上拉台时 就会有一些零散的无知小散户进来买 如果主力自己不论怎么去拉台或波动 根本就没有人理他们 这时主力就知道市场对防疫概念股看破手脚了 自然之后就不会再去炒作 后面就是在这些个股票买来卖去 看可不可以降低自己的损失 看有没有一些进来多少买他们手上的股票 最终如果市场会买单的散户很少 那主力玩个一阵子后 自己就会鼻子摸着止损了 不然以防疫概念股之前的表现情况来看 只要这一波上去被套住 可能三辈子也回不了本 在2020年COVID-19大爆发时 口罩太好赚了 一狗票人都自制口罩机在那卖 结果挡到后面供过于求 现在市面上的口罩多得和狗是一样 你一片两元就能买到医疗型的口罩 你大量的买 还能比两元更便宜 重点是现在台湾也没有人在戴口罩 只要口罩真的有需求 以目前的库存及商家制造的速度 股价一样是涨不起来 怎么还会有人好傻好天真的觉得 现在和2020年一样 当初不但政府 个人 商家 医院都没有库存 而且有黑心商人会在那囤积 轰抬价格 才会让口罩价格一飞冲天 一开始掌握产能及技术的赚到盆满钵满 我只能说 口罩有啥技术可言 当初疫情发生半年不到 红海旗下工业妇联就能自制口罩了 后面很多厂商也都能自制 一大堆的口罩机在产能过剩情况下就堆在仓库 太多的口罩一样也堆在仓库中 政府 医院的战备库存也很多 所以现在炒那些弱智概念股 真的就是很考验智商 后面被套住后 你会发觉那些口罩概念股一样是不会赚钱 然后每天要死不活的样子 当你玩书谁是最后一只老鼠后 等于就是买到路边一颗没有价值的石头 搞笑的是是 你还用黄金级钻石价买 妥妥就是智商税 一般讨论区网友微卷试文 儿历之年总想要多赚一点 月薪四万的我 接触当冲有近半年 这半年来真的是一场恐怖的梦 小赚大赔 每天心情起起落落 转眼赔了八十万 把以前辛苦存的钱大半赔进去 都不敢跟将要结婚的女友说 懊悔郁闷在心里一直重复 睡觉都睡不好 好像折磨了似 总是想着要凹回来 每次下单都觉得自己不一样了 结果都还是一样 不停地轮回 终于在十二月去办了停权 走出大楼外阳光洒在脸上 当下感觉好像解脱了 赔钱后还是有一大堆问题要面对 只能告诉自己要振作 人生苦短 远离当冲 祝各卫谷海前辈们 交易愉快 A大回答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顺 七时从心所欲 所以这位网友三十岁才开始进到股市 和我比较不同 我念书时就开始进到股市中送钱 赔了七年左右 差不多赔了七十到八十万左右 我和那位网友比较不同的点在于 我在资金很小时就在股市中买教训 念书时假日去打工 了不起就是赚一点零用钱 存一阵子后最多就是一两万能玩 毕业后我还要还住学贷款 一个月四万二 还要租房 所以每个月存下来的钱也不多 一年了不起就是存到二十万 所以每年赔钱了不起就是几万 十几万再赔而已 累积赔了七年后 大概所有的股市陷阱也都踏进的差不多了 之前我说过 只要你有本事在股市中五年还不出局 这时你大概也不容易再犯很低级的错误 但想要赚大钱 还是不太可能 在股市中想要赚大钱 你一定得学习股市知识及尝试 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 很多人进到股市中一辈子不学习 前几年他交了一点学费后 后面就不会犯太低级的股市错误 但就是在股市中小打小闹 最终就是当政府及券商的打工仔 交易的越多 贡献的越多 之所以说想要赚大钱 必须要学习股市尝试及知识的道理也很好懂 我说过 中长线投资三要素 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 你必须去学习一些会计的知识 不需要像会计师那样深 你只要了解基本公司的财报就行了 也就是价值投资时要素 之后就是每一季 每一年看一下法说会 财报 每年乖乖领股息 在持有股票的同时 你要健全自我心理面 这也是一门学问 毕竟人性弱点 金融心理面 这些都已经被学者研究透了 三大法人 高手想要短线赢走你的钱 一定就是找你的弱点打 这时会有人说 自己是中长线价值投资 又不操作短线 怎么会被短线课弄呢 想一件简单的事 所谓的中长线是由短线组出来的 无数个短线加总起来就成为长线 只要你在股市中 你又时时刻刻的注意股市 你自然就容易被短线课给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号称要中长线价值投资的人 买没多久就在那杀进杀出 其实就是自我心里面不健全 被短线课耍花样给洗出去 大部分在股市中被教训的人 就会像上面那位网友一样 心灰意冷地退出股市 我算是比较特别的人 被教训了七年后 我还是能重新地学习 然后在股市中成功 一些在股市受过伤的人 看我的文章特别有感觉 不过坏处就是他们已经受过伤了 一些新手 菜鸟 韭菜不懂我文章的价值 常常会觉得这是鸡汤文 对我来说 其实听得进去 听不进去我都没有差 想要花钱买教训 你就自己到股市中试试 几年后如果你侥幸能存活下来 你再来重新看我的文章一遍 你就会知道很多事件我早就说过了 我之所以能长期在股市中赚钱 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我已经能区别投资及投机的不同 也能知道有价值及没有价值的公司长怎样 最终我因为在股市中近20年了 很多股市现象我都经历过了 自然自我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健全 想要避免走弯路 你就好好的学习股市知识及尝试 想要花钱及时间买教训 那也是可以的 未来你就像上面这位网友一样 写个劝试文 其实他这样对新手也没啥帮助 他只是告诉你股市很危险 但没有告诉你如何去征服股市 一般讨论区网友逼劝试文 千万不要学我裸词玩当冲 下场超惨 去年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一份月薪四万二 但是只做了三个月就辞职 因为有位高中同学没工作在家当冲赚很多 就开始跟他学习 存款只有十万应该算是裸词吧 跟着同学当冲的这几个月 一开始有赚钱 虽然不多但至少还能过生活 结果今年连续赔了七个月 我没有本金能玩所以一直借钱 仅仅七个月我就借了六十万全部赔光 赔光后我重新踏入职场并且借掉当冲 不然再这样下去我人生会毁掉 我同学玩得比我更大 就我所知他至少赔了两百万 但他妈妈会给他钱 所以还是一样开着保时捷吃香喝辣的 目前的欠款包括爸爸的十五万 妈妈的十万 姐姐的五万 几位朋友共十五万和男朋友的二十万 A大回答 有一些新手不太会算数 手上仅有十万元 你赚百分之十也才一万 一个月薪水四万二的话 你用十万元的本金要赚到百分之四十二 才能达到四万二 这样一年你就要赚五倍 才能用十万的薪水创造出你工作的收入 所以随便动个脑就知道达成不了了 记得之前我2011年十月被公司裁员 用一百万玩短线三个月赢了十六万 等于一个月也才百分之五而已 我一个月工作至少能有六到七万 所以我在玩了三个月后 就乖乖任命的去上班 因为一百万想要创造出一个月六到七万的收入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重点是给你赚了一个月六到七万 你会把这些收入当生活开销花出去 所以我等于要每个月保持赚六到百分之七的获利 当初我想了一阵子后 就觉得靠投资卫生不切实际 一年去工作随便年薪也一百万 工作到后面 可能薪水会随着能力而提升 所以开始这位网友拿十万要去专职操作 那等于就是来搞笑的 最终会失败的几率高达99.9% 如果你身上有两千万 一年只要赚百分之五 这样就能有一百万 想要在股市中每年赚百分之五 这就非常的简单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服气 怎么可能股市稳赚 我只能说 大部分的散户进到股市都是投机 他们并没有把股市当投资的地方 股市是由几千家上市及上柜公司组出来的 这些公司每年能赚5到10% 配出4到5% 赚钱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 你每天去工作上班 很多就是这些上市公司 你工作可以一个月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甚至15年一直稳赚薪水 你完全不会怀疑 你竟然会怀疑你当公司的股东 公司每年为你赚钱的能力 这就活该你当一辈子的员工了 我常说 员工和股东之间的差别仅在于一个是出劳动力及时间 一个是出资金及时间 你工作的薪水会有天花板 但你当股东的股息不会有天花板的 你开心投资1000万 一年能得到50万股息 你投资5000万 一年就会有250万股息 你投资1亿 一年就会有500万股息 尚不封顶 就算你老了 体力不好 公司也不能开除股东 但公司却是能开除员工 当你把股市当投资的地方 你自然就能接受员工及股息都是稳赚的 想要靠股市生活 最基本的就是你的本金要够大 以这位网友一个月薪资4万2 一年我就算年薪50万 那他要有1000万的本金 就可以轻松地取代他的工作 正常的公司一年是5到10% 我算一年5%是很保守的算法 你想要靠投资生活 自然就是要用比较严格的算法去算 如果你一年需要100万的收入 你至少就需要有2000万本金 所以在你存到这么多本金前 你应该是要好好的去思考 未来如果自己有这么多钱了 你是不是能选到一年赚5到10%的公司 这就是我所谓的中长线投资三要素 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 如果你觉得存钱太慢 那就是学好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后 再去学金融负债的知识 这可以先把你未来的钱借出来投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了快乐外 拿助理人乐情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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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